歡迎來做客 蘋果正式發出邀請函 最新iPhone在9月12號就要正式亮相 發表地點當然要特別 巨大圓環 蘋果新總部可容納一萬兩千名員工 這裡城市創辦人賈博斯 第一次實習工作的就職 選在裡頭的賈博斯劇院發表 更顯十周年意義 好消息 31日蘋果股價收在164美元 漲幅0.7%創下歷史新高 美文分析師也預估未來半年 蘋果股價還會再漲18% 渴望成為美國首價市值突破1兆美元的公司 十周年創新功能 國粉們引頸期盼 也渴望助攻蘋果再創新高價 東森財經新聞 綜合報導